首先我必須要說 我從小到大就很喜歡 冰城這個地方 再說三年前的時候 有跟CK導演合作過 然後這一次他就 跟我講起了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聽了整個故事的整個感覺來說 對我來講還是一個 蠻有意義的一個題材 因為當初我孩子來的時候 那時候我也40歲了 所以對我來講 這個題材有牽涉到 一些高齡產婦 然後孩子的問題的壓力 其實當時我一樣有這個問題 會擔心會憂慮 所以這個題材可以透過 這個話題能夠去探索 所以也因為這個題材 我加入了這個家庭 這趟來冰城拍這個微電影 我從來沒有試過拍一部微電影 流這麼多淚 會很掏心啊 我也思索了這個問題 如果真的這個孩子 是我的孩子的話 我會是怎麼樣 坦白講我真的沒有那個能力 真正的去把一個有問題的孩子 能夠這樣子去用這麼大的心力 去照顧到他成長 我覺得這一點都不簡單 如果質問我的話 我還是一個沒有這麼勇敢的一個爸爸 所以透過這部戲 可以探索到自己的軟弱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嘗試 就是那個七歲的那個小瓜 就是那個圓婷 給我很大的衝擊 我孩子小的時候呢 我就跟他互動 然後在他身上 我有看到一些影子 所以非常疼這個小瓜 真的 再來那個長大的Denis呢 他演那個弱智小孩 真的是遠得得心應手 所以整部戲來說 我是覺得是蠻好玩 雖然是很累 這一次拍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這個很短處的時間 去完成這個微電影 可是真的一點都不簡單 再來呢還能夠見到 阿蠻 這個就是以前很久以前 三年前合作的一個夥伴 然後他之前也拍了好多作品 也到台灣去參賽 也獲獎了 所以我看到這個朋友 一直很用心地去拍攝 看著他成長 然後這一次在跟他對戲的時候 發現真的他的進步空間 比起以前真的太大太大了 導演算是第二次合作 第一次合作到今天來說 是進步太多太多了 然後這一趟可能經過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他已經有拍了好 大概有三部的作品 這個微電影這幾年當中 這一次的合作 可以發現他們對戲的那種的深度 有進步了很多 然後甚至對鏡頭方面 燈光方面 這方面都進步了 比以前以往多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趟來是值得的 真的 當我們來的第一天 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劇組的人都去做了那個 那個COVID的檢測 看每一個人有沒有這個病毒 那幸好我們每一個人都通過 然後那一天呢 導演就放命 所有的人不能夠離開現場 不能夠離開你們住的地方 直到排完戲為止 哇你看導演為什麼呢 他很擔心如果我們不小心出到外面 然後可能去到一些咖啡茶是感染到一些病毒回來 那就會影響蠻大 是我是覺得整個技術來說是蠻負責任的 這一點是值得讚揚的 所以今天到今天我們還 最後一天了 還沒真正的跨出去看 檳城是怎麼一回事 第一個呢就是我演 所以我演你一定要看 因為我真的很少很少去演這種微電影 真的很少 然後第二呢就是 我有跟奕婷合作 因為畢竟我跟她的合作來講 有時候我會被她的戲感動 講真的 奕婷她的戲 確實有她一定的深度 所以當你跟這樣的 這樣的這等人物 對戲的話你會很期待 第三呢就是我發現 現在戲裡面這個角色 她會很會摳人的一些情緒 常常我們都說 如果戲不能夠感動你自己的話 你就很難去感動到群眾 所以在整部戲裡面呢 有好多場戲真的讓我 呃 滿痛心 那到底痛心到什麼程度呢 希望到時候你們 戲播出來的時候 你們去見證 就看這三點來說 值不值得你們去看 我們結婚這麼多年了 現在難得可以懷上孩子 我一定要給她最好的 根據你的胎水化驗報告顯示 孩子可能有先天性的問題 不如我們放棄吧 我不會放棄這孩子 絕對不會 老婆 老婆 別想 她是老天給我們最好的禮物 答應我 然後保護小孩 你看你看 你又闖破了 你看你看 要是你照顧自己啊 我只會 你不要幫你撥孩子啊 原型 原型 唉 整個我還看不見 老婆以為你其實是成功了 你哭什麼 你哭什麼 我哭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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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什麼 我哭什麼 我哭什麼 叫圓婷 希望我們有一個快樂圓滿的家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